江峰 您好 您好 新年好 新年好 江光宇 让我采访一下您 光宇 三阿哥 是吧 我说他给你编造了什么让我难看的题目 他说了让我别看题目 找亮点吧 就说咱们今天的江峰宇书这个题目 主要是跟大家在新年热闹热闹 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 跟我所有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无论是在干净世界的还是在YouTube的 还是在我们的会员网站的朋友们 说声新年好 新年吉祥 好 开始 第一个就是想问您 美国和您家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不同啊 美国说英语嘛 我家乡是广州 广州说的是粤语 但我呢 像我说的是国语 所以在美国和在我的家乡呢 我这个我的话都是第二语言 最大的不同是我感觉到 在美国吧 美国人说英语 他管我叫fork 他叫我老乡 美国人叫我老乡 在广州呢 他们说你们说国语的都是外地人 老乡 家乡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呀 家乡影响 我觉得因为广州它这个距离这个香港近哈 所以我当时呢 在在广州居住的时候就可以看香港电视 看翡翠台学粤语 看明珠台930就是这个晚上九点半 是有个中英文字幕对照的 看这个英语电影 就那个时候学英语学得很好 川普有个节目叫做《学徒》 Apprentice You are fired 就那个时候看的 那个时候我认识川普 就是在广州认识的 好 快过年了 说一句最有代表性的家乡话呗 最有代表性的家乡话 过年那是共一发炒一捞 但是我跟你说 最有代表性的家乡话不用一句话 就一个字就行 生气也是它 快乐也是它 但这个字能说吗 估计我说是要打马赛克的 你知道吗 不不不 你还得说我们就想听这个 你就想听这个啊 准备好了啊 就一个字 丢 这广州人 赶快打马赛克啊 这个过年乐呵乐呵 你看听那广州人踢球看球的时候 多多喊这个字 高兴了喊这个字 生气了他也这个字 很有意思 好 下一个问题啊 还记着您第一次在镜头前做节目时 那时候感受是什么呀 不是感受啊 有时候当时就是真没有条件 我当时给自己做了个最低预算 衬衣加马甲 是吧 一件衬衣20美元 一件马甲呢 29美元 那你看 虽然便宜 还有点品味 那个灯的120美元 德州朋友送 德州朋友送了一个照相机 因为那个亮度不够嘛 所有的电视台的朋友让我 你脸那瞅着前面那盏灯啊 别晃啊 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动 所以你看2018年6月1号 我开始做节目的 那2018年六七月份的节目 大家看那个脸是这样子的 是歪着的啊 可有意思了 哦 2018到现在四年多了啊 不容易 五个年头了 五个年头了 作为一个成功的新闻自媒体人 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首先不能算成功啊 我不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啊 我只不过是在YouTube这么一个频道 有了那么一群可爱的 喜欢我的 甚至要等着我的节目才能吃饭 甚至喝点小酒的朋友 那叫风迷嘛 江峰之迷 那风迷 要知道网络世界有数亿的华语观众 这个YouTube这是很小一部分 那么我的订阅的感觉是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是觉得自己是成功 那挑战呢 挑战呢 挑战呢 就是等着更多的风靡啊 就是在看我的节目 等着更多的人呢 等着我的节目才能下饭 这是挑战 每天做节目是不是挺辛苦的呀 嗯 是 那当然苦了 做节目一天早的时候十几个小时都需要 一天了 那您是不是有过哪怕一丝就想放弃那么那种念头啊 嗯 其实呢你看啊 早期我做YouTube的时候啊 那也就是一百多人两百人的观看 然后呢 后来的时候呢 YouTube又给我打压的也很厉害 有时候你看晚上 节目做完了赶快去看效果怎么样 一看 呦 一万多人呢 一天呢 一万多人订阅 但是呢 这不是到了早上吗 还有两小时我先睡会吧 高兴的 第二天早一睁开眼 就这么两小时 第二天一早YouTube 把人的全给我杀了 剩下七十二个人 就那么冤枉 那么委屈 那么辛苦的时候 咱们都过来了 所以这关键什么 就是做节目 它是一种乐趣 它也是一种使命 冥冥中就觉得有这么一只大手 在安排我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也不舍得放下 也不敢轻易放弃 所以咱们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那每天都要出节目 您是如何保持这么旺盛的精力呢 旺盛的精力 现在不旺了 不太旺了 可以说这朋友们 咱们俩跟你说 我这有个身体上的一个秘密 我一直没有跟朋友们说 这给大家留个悬念 我呢是希望我自己啊 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走过自己的这么一个身体不好 这么一个状况 等身体调整过来之后 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走过这段经历的啊 我把这个小秘密告诉大家 那我都做了记录的啊 看看咱们怎么样 随着咱们的节目的成长 学着我们的朋友们越来越多 要是把我的身体和我的精神 进行一个好的改观吧 那那个粉丝还得多关注您的节目 那是 您不关注哪天我说了秘密 你改不上的就错过了啊 您觉得观众最喜欢的您是哪一点啊 哪一点呢 我觉得温厚 幽默 认真 我觉得三点 三点分一点了 我觉得这样子吧 就是说做节目是认真的 然后呢 语言表达方式上是幽默的 而内心呢是温厚的 好 下一个问题 嗯 如果现在要离开地球 只能带一种菜肴 等会 这就是典型的江光雨的问题 我刚才听的问题怎么都这么严肃呢 现在好 现在江光雨出场了 那什么问题啊 离开地球了 对 离开地球了 要带一种菜肴 您最想带的是什么 苦瓜 啊 为啥是 苦瓜 你知道苦瓜这个是 咱们据说这不是去离开地球吗 外太空第一站是哪啊 火星啊 火星什么 气候干燥 好 苦瓜什么作用呢 去火润肺啊 适合火星上的生活 更重要 我觉得苦瓜吧 它是一个充满哲学意义的菜 为啥 苦尽甘来 像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地球上的这个生命是一样的 一时是苦尽甘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回答的好 好 紧张工作之余 您平时以什么方式放松身心 嗯 你看我这个板 你看我穿这个 穿这个 唐服的话 都会有点 仗得慌啊 板大腰圆 所以我一直喜欢运动啊 过去打羽毛球啊 打篮球啊 我个矮 都打后卫啊 保龄球啊 斯诺克啊 我斯诺克最高分一次打过34分 一杆34分 当然专业的一听也太业余了 但我们那个年代啊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的初 我这很牛的一个业绩啊 那时候 整个广东省就两张台子 两张斯诺克台啊 那么近几年呢 就 剧烈运动就少了 主要是下厨房做菜啊 喝茶啊 有时候呢 看看电影的频道吧 做一种调整 假如假如哈 不考虑其他任何条件 任由您选择一个地方居住 您会选哪里 日本北海道啊 跟那个阿姨古人夏天可以一起下海打鱼 去捞那个小球枣 天冷了 在那冰雪 一片白矮矮的这个冰雪中啊 泡温泉 哎 对啊 跟我一起来吧 哈哈哈哈 最想去旅行的地方是哪里 到了那个地方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 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哈 台湾的朋友都 都请我去台湾旅行啊 顺便他们说叫做 叫 观摩当地选举吧 地方选举 我是非常一直想去 但一边主要是这边走不开 所以就一直没去 但是台湾是我最心心念念的一个地方啊 我是到了台湾以后 我每天逛夜市 我吃台湾小吃 我吃农家乐 我天天吃 我每天晚上都吃 哎呀我可高兴了 我一想着我心里都开心啊 台湾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你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呀 啊 当一名军事家 当一名元帅 那时候我小时候啊 在我们家那屋子前面 我拿那个泥巴呀 给塑了好多军舰 做了好多的军舰 根据一本这个苏联海军指南一本书 弄了好多军舰 这后来呢 上了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吧 就十一二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机会 我发现了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 那时候您就关注历史啊 对 那不叫关注啊 就是就有机会让我得到了一种真相吧 有一位老人跟我讲了一段故事 他的亲人故事 一下子我就愣住了 八路军西四军原来干的是这样的事 所以整个后来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人设 就坍塌了 我也别当将军元帅了 在部队里当个火腹都有点丢人 这是我小时候的理想 可后来就没实现了 坐飞机的时候 您最喜欢坐在靠窗户还是靠走梁啊 你这个问题是有个跨越性很强 坐飞机 我觉得也是分阶段 就年轻的时候 我喜欢坐在靠窗户的地方 我第一时间看见这个向往的城市 你的目的地是吧 特别是那种夜间看的那个灯火灿烂 非常浪漫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呢 就喜欢走道了 为什么呢 上厕所比较平凡了 这不是怕叨扰别人吗 这方便上厕所 一站起来一看 绿灯就可以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你知道吧 这个年轻人的时候 很多他就向往左翼思想 而他左派比较多 人年长了以后 他有了责任心了以后 成为保守派的就多了 所以你看到飞机看 靠窗的 左派刚走道的 两派都是保守派 开玩笑啊 过年 也是为别人着想 对对对对 你要坐在里面 得让别人一起站起来 给你敬礼是吧 没关系没关系 你坐坐坐 我去上个厕所就回来 您最喜欢的假日是哪一个 为什么 在这个假日里 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实际上每个假日我都喜欢 但是现在是过年嘛 中国人最喜欢都是过年 这个气氛也够 大家可以相聚一起 尽量把很多的话题都搁在一边了 其实我做了自媒体之后 就基本就没有假日了 只要有事有突发 你就得上班 你就得出节目 你就得把这件事情的这个 你的分享提供出去发布出去 所以呢就没什么假日了 那么当然了 如果说天下太平 那每一天都可以休息 每一天都是假日 这也是做自媒体的一个自由 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 您还记着最近是哪部电影让您落泪了 就是感动吧 就是我一个朋友大熊 漫画家、音乐家 也是电影《长春》的主要的创作人 和他这个绘画画家 那个电影的确让我落泪了 好人蒙难啊 而且这好人是蒙受世人的不理解 却依然前行 那个精神是非常感动的落泪吧 那么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是维克德·余果的法国电影《悲惨世界》 1958年那个版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那个版本 我很喜欢 但是呢 应该来说还有一个版 最棒的我推荐给朋友 是1935年那个版本 三册吧 大概四五个小时时间长 终时于援助 味道最浓的 就是这一步 到目前为止 您听到的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什么 这是我妈妈送我的一句话 我母亲 就是我在人生有那么一个阶段呢 大起大落的很厉害 然后身边的所谓朋友们吧 也是来来往往 我母亲当时就对我说 说孩子 你以为现在你是因为有钱 你有些才华 你很聪明 才有了很多的朋友吗 不是的 孩子 实际上真正的朋友 那些不会走开的 即便是因为暂时生活的问题 先离开你的 但是会一辈子牵挂你的那些朋友 都不会看中你的钱和才华 他们喜欢的是你的厚道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我当时根本无法理解 什么厚道 那个时候我们下海闯社会的时候 好像说一个人厚道 那是大傻貌 很混不开的感觉 一直到后来我走入修炼的道路了 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 才知道我母亲的那个话的真切 要做个厚道的人 或者说呢 找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份厚道 那么如果你要给后辈新人们一句建言 您给后辈新人们 您会说什么 那就引用我母亲的话 孩子们要做个厚道的人 或者说找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份厚道吧 如果您的孩子要远行 比如上大学啊干什么的 那么您最想告诉孩子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啊 就是孩子们现在还小啊 上大学还有些日子 但是也是有这个准备啊 我觉得就不光是一句话了 我想 我也没数多少话 首先就是要有信仰 但是就是孩子你又离开我们了 那信仰呢 我也管不住你了 那信仰它不局限在一种宗教仪式上 是扎根于内心的谦卑 与为了使命的坚持 这是我给他的这一句建言吧 另外呢要保有一种热情 有了热情 用热情去鼓励自己继续热情的生活 然后鼓励医生中所遇到的所有人 让他们跟自己一样抱有信仰和热情 作为一个为人父母者 您觉着孩子会给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挑战呢 爱和陪伴 为什么说爱这个好像本来就是 父子父女之间呢 他本来不就是这个爱吗 但是朋友们不是说只要有了血缘 就一定会有爱 不是那么想当然的 爱呢是需要沟通和培育的 那么第二个挑战就是陪伴 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啊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 这是被训斥啊 说爸爸妈妈每天不陪你 是因为为了革命工作 说没时间陪你都是这样子的 但实际上一个为人父母者吧 我觉得能给自己孩子更多的陪伴非常重要 这是他生命的体验 也是你生命的一份体验 说挑战就是因为这两项我都做的不太好啊 所以呢是对我的一项挑战吧 作为一个为人父母者 您从孩子那里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个是很实在了 咱们咱们当父母的肯定都会训孩子 是不是 我责备孩子的时候总是就是怒气冲冲 那气还没消呢 这刚刚被我训得泪流满面 满心委屈的孩子 他扭头回来了说 爸跟我一块玩吧 玩一个什么新游戏啊 或者是让我给他讲一个故事 哎呦我那时候就很感动 我就发现人的一个最优秀的品质是什么 宽恕 这个宽恕这个品质啊 跟辈分啊 跟人生资格没什么关系 跟人心灵的纯净程度有关系 所以我还从孩子那里啊 学会了宽恕 假如后人说起您 您最希望得到的后人对您的评价是什么 还有就是您觉着您将来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江光宇问的这啥问题 这是我还那么年轻呢 这让我琢磨留给人间什么了 大过年的 我跟你说 你跟江光宇说呀 我跟你没完这个事啊 三阿哥 后人评价留给后人 准备给我个什么嗜好啊 三阿哥 雍正吗 说实话 真的是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记得 我刚才不说最喜欢的电影是悲惨世界吧 就是个悲惨世界的主角 他离开人世后 他墓碑上那个碑文呢 我觉得算上一个回答吧 因为他算上是我一个 我认同的一种境界的描述 那卑微是怎么写的呢 他说 他活过 尽管命运多磨难 他安息 失去天使 才合眼 生来死去 便是人生如同大地太阳升起 你与黑夜的降临 这生死的问题都答完了 他怎么过年还有什么题目没有 没了 好 行 没了 也感谢您的提问 也感谢江光宇 这个让人很有感触的问题 也突然袭击的问题 那么 这个最后吧 还是再次祝愿朋友们 在2023年 农历的兔年呢 有更好的发展 过一个吉祥健康平安的一年 好 朋友们 来年见